我给你说今天这个 特色是啥 中间是整骨坡还是加巴士 没肉火啥 嗯 不熟吧 真可以 你是懂大嘴的 那你 你好 老板 你们家就是卖驴肉火烧的是吧 对 驴肉火烧 驴肉汤 驴肉也单卖 驴肉驴板汤 现在这上面有的都齐 什么都有 对 都有 店开多久 马上10年了 马上10年了 要说的开店时间确实不短 你们不是河北人吧 我们不是 我媳妇是亲戚做这个的 然后那时候没啥干的 就干这个了 就是关于河间的驴肉火烧 它是有啥标准的 为啥卖驴肉火烧的饼 都是这种长条的 这做成圆的不行吗 有圆的 宝丁那边是圆的 然后河间的都是那种 近似于长方形 只不过到后来之后 在外边做都改进的 改进的只有给它做的更长一些 确实天天火烧感觉捧出一家 这东西即便长相类似 但是家家的制作还是有区别的 在这上面是稍微给它定一下行是吧 对定一行 上面给它烙一下 烙到六七成 六七成在这下面烤一下 它这个上面就是油大腻 上面刷的油 因为特别油润 你看这火上烤的 吹满了气 对看着鼓鼓的 而且你看这上面烤的焦焦的 就肉眼可见的 就没吃 你都能想象到 能咬一口口感是吗 酥的那种 冰环很好 但是 咋啦 再好的火烧 光靠饼还是不行的 煮肉的汤是不换的 是不换的 保养好的可以 保养好 那你们家这汤 保养好有请吗 出来休息吧 一直在保养 一直在保养 保费天员又这词了 当然要保养保养 这个肉是 不香的 咱现在看到这是 肋条肉 肋条 肋板 肋条少 一般有块肉围多 这个吃起来肥瘦香甜 这个好吃 好吃一些 这驴肋料一多看饿了 我跟你说 这火烧里面 可不只是驴肉 这是冻吗 这是油吗 驴肚 驴肚 驴肚是吧 驴肚 驴肚 老汤 加驴皮 加的那些肉 和淀粉 给一块勾兑而成的 这个要是热火烧家里面 是不是这玩意会化呀 对 就让它化 就让它化的 化的话 润到火槽里吸收到面里边 把这个香味吸收到面里边 会更香 不看了 咱俩 太热了 隔着只能感受到这个外壳的酥度 咱都不说胶 它是酥的 一捏啊 真是酥到掉汁啊 它里头起层了 哇 这个周年有东西 这个香味绝对是可以的 我已经分不清 到底是它的肉有这么香 还是因为它那个肉冻 在里面发挥了这个特别的作用 它确实啊 这趁着刚出锅的这个烧饼啊 那个肉冻往里一放 你看 哎这饼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化掉了 这锅都入进去啊 你想嘛 相当于是 平时咱买那种肉夹馍 夹完肉 来一口汤是吧 有的拿那勺子往那烧饼里面 哇再来一勺汤 哇 给它一润 连饼带肉一起润 我们今天要的这个火烧啊 是个高配的15元版本 翻上大嘴是捣住啊 那是啊 不管是香味还是口感 我们认为 手里的这个热火烧是很可以的 既然卖驴肉 这驴肉汤肯定是少不养的 不管要几块的标准 里面都是有粉丝的啊 这汤里面的驴肉啊 这才能吃到肉香了 就是分身来肉来说 它肉还可以 对 它家肉不错 淡淡的卤香味 它家肉味不重啊 就能吃到肉香味啊 口口汤酒和驴 我感觉这个30块钱 算是简直的一个 对对对 绝对是能吃饱吃好的 最关键是 买口汤热乎是吧 驴肉可以 这个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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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